对于近期的蓄土局势 土耳其国防部发言人7号在记者会上表示 如果土耳其设在伊德利普的观察点遭到攻击 土耳其必将反击 据多家媒体报道 连日来已经有多支装载着坦克等重型武器装备和弹药的土军车队 开进伊德利普省内的叙利亚反对派武装控制区 伊德利普省位于叙利亚西北部与土耳其交接 是叙利亚反对派武装和极端武装在叙利亚境内的最后一块主要地盘 2018年9月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索契会晤 双方决定在伊德利普省的叙利亚政府军与反对派武装之间 建立纵深15至20公里的非军事区 根据协议 土方以监督停火的名义在伊德利普设立12个观察点 不过自去年12月以来 叙利亚政府军在伊德利普展开新一轮军事行动 并不断收复失地 有外媒报的称 土方在伊德利普设立12个观察点中 目前已有三个处在叙利亚政府军的控制区内 目前的最新情况是 叙利亚政府军已经攻下 并且控制了伊德利普省重镇 巴拉基部 土耳其在这个地区也设有军事观察点 所以当日时间7号 土耳其国防部长就非常强硬地表示说 如果这一次观察点遭到叙利亚政府军任何局势的攻击 土方将会坚决予以回应 所以种种这些迹象来看 目前伊德利普的局势确实是越来越紧张 不可控的因素也在增加 鉴于旭土在伊德利普的冲突升级 土耳其外长恰伍士奥鲁7号表示 俄罗斯军事代表团于8号抵达土耳其 就近期伊德利普的局势举行会谈 恰伍士奥鲁表示 会谈旨在阻止叙利亚政府进攻 防止出现人道主义灾难 所以从上述的这些信息来看 土方似乎也并不愿意让局势升级甚至失控 因此此次对话来我可能会尽一切的努力 来达成某种逮捷 不让在伊德利普的冲突升级为实质性的冲突 目前我们注意到 土方已经在不断的增并土石边境 不过专家也指出说 他们认为土耳其真的对叙利亚 进行全面的军事干预的可能性并不大 应该这更多的是一种预防性的措施 目前无论是土耳其还是叙利亚的政府军 都会在相关的地区更加的小心谨慎 来避免擦枪走火的可能性 确保土耳其在伊德利普观察点的安全 以及自由的这种行动的 应该也是这一次 俄图代表团对话的一个主要内容 路透社报的指出 伊德利普战事已经导致50多万等地居民 被迫逃离家园 土耳其方面担心 新一波难民会涌入土耳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